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因此 当一个人有一天不再期待被爱 不再回复消息 不是他变了 只是时间久了 心就寒了 再也不想对你主动 再也不想对你关心 再也不想把你追问 正如网易云音乐上的一条热屏 我终于熬过了 那个半梦半醒都在等他给我回微信的时段了 现在没期望 所以也没有失望 我可以睡个好觉了 人生在世 主动久了 谁都会累 在这个世上 有一种感情叫飞蛾扑火 当遇到自己喜欢的人 他们奋不顾身 主动出击 期待着有一天能够守得云开 见月明 哪怕对方从来不回复信息 依旧每天徐寒问暖 哪怕对方的态度始终默然 依旧想和他聊会儿天 哪怕对方从来不对你主动 依旧对他微信置顶 然而 感情不是清楚所有 就会换来真心 何况没人能够永远用自己的一腔热情 去拥抱一颗无动于衷的心 时间久了 人会变 情会断 心会冷 正如网上一位朋友说的 在我满怀期待一次次主动的时候 你没有半点回忆 当一腔热情被消耗殆尽了 纵使你回头找我 我也会毫不犹豫地离开 不是因为我不爱了 而是因为我主动地久了 心慢慢地冷了 相信有过类似经历的人 肯定能够感同身手 心里的热情 从期待到失落 从欢喜到心寒 最终才明白 原来曾经以为的双向奔赴 不过是一场自己的一厢情愿罢了 有多少感情 都是因为冷落而变得沉默 有多少深意 都是因为敷衍而渐渐离开 说到底 没有回应的爱 始终会变淡 不被珍惜的情 只会走散 于是不再纠缠 转身离开 放下 是对自己的尊重 算了 是对荒唐的了结 这个世上 从来就不存在什么突如其来 所有的转身离开 都是蓄谋已久的分别 如果有一天 无话不说的人突然沉默了 每日联系的人突然消失了 不必大惊小怪 当一个人攒够了失望 就只剩下离开 曾收到过一个姑娘的留言 她说自己曾经爱过一个人 苦苦等待了她三年 刚开始 她总是满怀期待地打开微信 给她发很多条信息 有的是关心 有的是分享 有的是问候 然后 就是静静地等待 哪怕对方只是回复她直言片语 或者只是一个表情 她都会感觉激动不一 但 结果并不是这样 她等啊等 但来的不过是一片空白 望眼欲掺的手机始终没有声音 最终 热情被耗尽 她选择彻底消失 从通讯录里 她找到那个熟悉的名字 点击 删除 当屏幕里跳出那句 确定删除吗 那提示后 冷静地她 按下了确定 力尽沧桑 就会明白 有些人的心 根本物不热 正如小众马在《茶花女》中写的那句话 获取一颗没有被人进攻的经验的心 也就像夺取一座没有守卫的陈池一样 既然如此 何必强求 与其卑微祈求 不如放手向前走 人呐 一旦看淡了 心就幸福了 知乎上曾经有一个热度很高的问题 如何忘记一个不爱自己的人 底下有个回答很简单 只有两个字 自爱 瞬间让人清醒 人生在世 真正的让自己痛苦的 其实并不是因为某个人不爱你 而是你因为一个不爱你的人 而渐渐地忘记了爱自己 明知道他不会回复 却一直苦苦等候 明知道他心不在此 却一直纠结痛苦 王尔德曾言 爱自己才是终身浪漫的开始 在这个世上 任何人都不值得你放弃所有去取悦 反而要知道 越是一味地讨好别人 越容易不被珍惜 不论是亲情 爱情 还是友情 若情深圆薄 该离开的时候 就要果断放手 结伴一程 不必排圆 轻轻地抽出手 说声再见 收拾好心情 才能继续往前走 人生在世 想要被人尊重 就要先学会自尊 想要被人疼爱 就要先懂得自爱 想要被人接受 就要先接受自己 因此 多留一些精力来关爱自己 不为他人委屈 不把别人讨好 得不到的人 就随心随缘 看不懂的情 就顺其自然 只有当你把自己看中 别人才不会把你看清 眼亮再看 愿你得欲良人 与你欢喜成 长歌 暖浮身 若没有 也依旧能够独自欢喜 心不冷 我是依蝉 喜欢我的话 别忘了分享哦 每晚八点 我在这里等你 希望依蝉的话 能给你带来一些温暖 与平静 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